分手十一年,侯佩岑笑着流泪感谢周杰伦,而她终于坦然说出,这么好的女生,我都留不住。 分手十一年,侯佩岑笑着流泪感谢周杰伦,而她终于坦然说出,这么好的女生,我都留不住。 侯佩岑场后复出,首次现身内地赢品奇葩说现场,却被周杰伦这个名字违转。 侯佩岑周杰伦分手原因再次被翻书,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揭秘侯佩岑周杰伦分手原因。 在近期的奇葩说中迎来了女神侯佩岑,但是奇葩说作为如此丧心病狂的一档节目,怎么会不问及侯佩岑与周杰伦之间的恋情呢? 现在周董俩然已经是人生大赢家的父太了,不仅有美丽的太太昆灵,在诞生小周周之后,天王身上更是自带光环的那种。 奇葩导师获利全开频繁提及周杰伦,女神虽然面露尴尬,但是仍旧大放回应称感恩周杰伦,谢谢她大家才记得我。 侯佩岑如此这一句谢谢她大家才记得我,也是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纷纷表示有气度,喜欢坦率大放的女孩,很棒,怀有一颗感恩心的女人最美。 如今两人都有了各自的幸福,侯佩岑能够如此坦率地回应并感谢周杰伦,真的很令人感慨啊。 大家都知道,周杰伦的众多前女友群中,侯佩岑算是与周杰伦相处得还比较久的一位,而周杰伦也曾表示侯佩岑确实是一个好女孩,称我在感情中犯了处理不好的罪。 这么好的女生,我都可以处理成这样,短时间内,我不想再谈恋爱了。 虽然两人分手了,但是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一直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 那么,两人分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据网友的整理,两人分手的原因与这三大原因有关,侯佩岑被报因处女情节而和周杰伦分手,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周杰伦曾经一度表明自己不想结婚的愿望,再有之,那就是与两人的性格相关了。 侯佩岑和周杰伦曾经一度表明,侯佩岑和周杰伦分手。 侯佩岑与周杰伦分手,即使分手,外界仍质疑她难以摆脱周杰伦女人的紧箍咒,如今看来肆以波云渐日。 她解释,以前谈恋爱,我都太在乎另一半感觉,感觉没有自己,但现在的我,焦点已不会再放在别人身上。 尽管周侯恋恋已成过去,但外界一直很好奇两人分手的原因。 然而,有消息说周妈妈不喜欢侯佩岑,周杰伦却强调,他们母子俩都喜欢侯佩岑。 但是愈来愈少时间相处,感情一直被摊在众人面前让她很不习惯。 周杰伦称这只能怪自己的个性,即使被关上花心她也认了。 尽管她的心里有太多的不舍和难过。 侯佩岑不禁美丽,聪慧,能感,还做的一手可以与酒店大厨比美的好菜,性情也温婉柔和,这样无懈可击的女孩,她却只有放手,因为她明白,她给不了她要的幸福。 练午夜。 她的世界太吵闹,而她所需求的,不过是一份宁静平和的爱。 侯佩岑崩溃边缘。 她不愿出门,不愿见朋友,不愿工作,吃不下,睡不着,短短一个月瘦了8公斤。 一次他开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灯 突然扑倒在方向盘上失声痛哭 造成交通堵塞也毫无察觉 经纪人特地替他揭拍了纽约的外景任务 希望距离可以令他淡妄伤痛 然而从照片来看 似乎也未奏效 他曾经是多么阳光的女孩 脸上总泛着甜笑 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和热情 而现在周杰伦有种刀割般的心痛 我是不是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他扪心自问 那一晚他失眠了 2006年9月17日晚 向来对私人问题三心齐口的周杰伦 接受亚洲电视台专访 破例大谈感情 当主持人问 关于你的传闻特别多 哪一段才是真的 周杰伦毫不犹豫地答道 只有一段 大家都知道的哪一段 爱上女主播 是 你怎么评价你们的感情呢 这是一段健康的感情 她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子 连这样好的女孩 我都没法留住她 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所以暂时 我不会再考虑找女朋友 我经常想 如果可以坐时光飞机回去 我会和她重新开始 会好好保护她 不让她再受到这么多伤害 这是周杰伦第一次 在公开场合 承认她和侯佩岑的恋情 在他们已经分手的时候 她终于给了她正派女友的名分 终于向全天下承认她的好 同一时刻 纽约是曙光初期的清晨 侯佩岑看到了周杰伦的装访 看着荧幕上那熟悉的脸 听着那熟悉的声音 侯佩岑只觉得双眼潮湿 喉头发紧 泪水不可抑制的落下 终止嚎啕大哭 那些蕴藏已久的委屈 压抑 酸楚 疼痛 也就那样倾泻而出 两久 她走到窗前 在薄沙般的阳光和清凉的尘封里 她告诉自己昨天已经过去 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两人好聚好散 分手后坦然面对当年的美好与失败 更真心地祝福前任 如今两人各自友好归宿 实在令人动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